哈喽,亲爱的观众们大家好 年末将至又到了每个月的固定节目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12月的Swiss游戏阵容 先是原定于10月份发售的《蝙蝠侠阿卡姆》三部曲 现在的计划发售时间是12月1号 本作收录了《阿卡姆风人院》、《阿卡姆之城》、《阿卡姆骑士》三款游戏和所有DLC以及相关的更新内容 任何游戏售价不低,也没有中文,所以就不用多聊了 感兴趣的同学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它的帧数和优化水准 经过《蒸汽世界挖掘的一和二》这两座 我们领略了该系列给我们带来的破具硬核的探索玩法 而这一次《蒸汽IP之下的蒸汽世界建造》也破检而出 我们将作为《蒸汽世界矿业小镇》的建筑师 为蒸汽机器人居民破土动工、建造房屋满足他们的温饱需求 除了需要有效管理资源以外 我们还要保护矿井免受地下潜伏生物的危害 本作12月1号发售 喜欢模拟精英玩法的玩家可以关注一下 同日《勇者斗恶龙怪物先进3,魔族王子与埃尔弗的旅程》也将登陆 这是一款在《勇者斗恶龙世界观》下应运而生的RPG游戏 通过捕捉、培育和合成强化各种怪物来进行冒险和战斗 本作的主角是在《勇者斗恶龙4》中登场的魔族王子皮萨罗 皮萨罗的魔王父亲对他下了无法攻击怪物的诅咒 因此他成为与怪物并肩作战的怪物大师 我们将和各种各样的怪物成为伙伴 从而占上魔族的顶点 而在前日的独立游戏直面会上 虽然依旧是没有私之歌 但是老人也是公布了《星际拓荒》以至Switch的消息 本作将于12月7号发售 这款游戏真的算得上独立游戏里的神作了 玩法是太空氛围下的解谜 在对星星的探索中 逐渐揭开这个宇宙背后深藏的秘密 我们将作为一名宇宙拓荒的新成员 使用各种独特的小设备探查周围的环境 追踪神秘信号 迫移古老的外星文字 并考出最好的棉花糖 总之 喜欢深度探索和不云三级的玩家 这款游戏绝对不容错过 由大宇游戏带来的 轩人剑系列的经典RPG作品 轩人剑3 云河山的笔端 将于12月8号发售 本作的故事是能在安史之乱的前后 讲述了法兰克王国的骑士赛特 及轩人剑3外传 天之痕中宇文拓的后人 他为了寻求战争不败之法 从水乡渭尔斯出发 横跨欧亚大陆经过中东西域 最后到达远在东方的大唐帝国 这款游戏售价14.99刀 首发有个久绝的现实促销 想在Switch上怀旧一波的玩家 可以考虑入手 接下来是一款像素风的独立游戏 铁锤守卫2 我们将在五个职业 圣骑士 游侠 盗贼 法师和术士里面选择一个 同时可以自定义角色的外观 解锁各种新技能 还是那套大家比较熟悉的 地牢迷宫探索的ARB玩法 在游戏中一旦死亡 就会按照一定的比例扣除身上携带的金钱 总理来说还算是比较硬核的 另外虽然这款游戏 看起来卖相还是不错的 但是由于优化和后期内容匮乏等相关问题 目前它在Steam上的评价 依然是褒贬不一 所以现在也只是推荐给 比较喜欢像素风的玩家 本作将于12月12号发售 在港服有中文 那么好的 我们今天这一期12月Switch游戏的 介绍视频道就结束了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给我点个赞 那我们就下一期我们再见 拜拜